北京时间10月30日,2018-2019赛季,斯诺克大庆国锦赛继续进行。 在第二轮的焦点比赛中,中国名将丁俊辉对阵小将赵新童,比赛开局阶段丁俊辉以改强两场的敌尼,赵回强抬准处准处凶破百五个爱率先来到赛点,此后赵新童尽管连有两个赛点,但最终丁俊辉6比4获胜,挺进16强后,将对阵老将史蒂文斯。 比赛中的丁俊辉丁俊辉本届谷锦赛签约不错,分在抢手相对较少的下半区,首轮过后半区最大对手兵汉姆和威廉姆斯先后出局,丁俊辉尽管状态不理想,但年期资格赛和首轮两个6比4写胜赫尔和张安达。 在第二轮丁俊辉将遭遇小将赵新童的挑战,后这本赛季中锦赛场级4强势头正胜,国锦赛则是首轮击败瓦卡纳,两人此前仅有一次交手。 2014年亚军赛上当时丁俊辉4比1,击败只有17岁的赵新童。 首局比赛中,丁俊辉以改强两场比赛的低迷手感,这局一上来就是精准长台,拼近红球,母球准确降位,黑球,打进黑球上手开始围球,丁俊辉单杆打出112分破百,也是丁俊辉本届赛事手感破百,总分1比0领先。 第二局中赛新童长台不禁直接将黑球撞帅带,丁俊辉此后直接一赶金转的长台打进底带红球上手,这赶进攻丁俊辉再度展现出色的围球能力。 单杆把12分打到超分拿下这局,取得2比0领先的开局,第三局中,经过前两局的快节奏后,这局丁俊辉手感稍有下滑,赵新童安全球是目楼球,丁俊辉拿下6分后打丢红球,赵新童随后终于迎来上手机会,连得23分后,打丢底带红球。 此后,此后比赛进入,慢节奏缠斗,丁俊辉连续措施没球机会,赵新童林敲碎打下超分拿下这局,扳回1局1比2落后,第四局中,丁俊辉长台上手后,连得19分下位失误中断。 此后,赵新童打进一感精彩的长台组合球上手,连得40分后大好局面下,抵戴红球失误平淡口,丁俊辉没有措施机会,上手打得很高, 黑球胜出这局,总分3比1领先,15分钟局进休息后,第五局中赵新童率先上手,拿下4分后简单中单红球失误,丁俊辉随后连续做出铁黄球的高质两次诺克。 但赵新童始终没有留下机会,缠斗中丁俊辉上手拿下7分后中单失误,此后赵新童连续得分,即将超分之际搬到红球失误。 最后一颗红球上,赵新童长台打进超分胜出这局,总分2比3落后,第六局中,赵新童听长台不见漏球,丁俊辉拿下8分后抵戴红球失误,此后赵新童连续获得上手机会,16-8后大好局面下简单抵戴本球失误直接留机会,丁俊辉随后上手打赶,拿下8是在超分胜出这局, 4比2扩大领先优势,第七局中,丁俊辉安全球失误录机会,赵新童手感低迷进攻失误再度漏球,丁俊辉上手拿下20分后中段,传斗中赵新童,安全球出,先摔戴失误,直接留给丁俊辉绝佳的上手机会,一赶打到超分赞胜一局,总分5比2率先来到赛点。 第八局中,丁俊辉常态打进红球上手,但这赶进攻没能结束登场比赛,连的16分后中段红球不进,此后丁俊辉远抬勾进代口红球再度获得机会,28-0后中段红球再次吃误,赵新童抓住机会上手,这赶进攻连的91分超分胜出这局,挽救赛点3比5落后,第九局中, 赵新童长排上手,拿下3分后失误,丁俊辉随后幸运球打进红球,但较为失误贴咖啡球做防守,防守争夺中赵新童招住院排机会上手,这赶进攻小甲连的79分再丢一个赛点,总分4比5接落后一局,第十局中,赵新童长排不见落地带机会,丁俊辉驾赶打进代口组合球,连的28分后 出架球队后母球钻入球队进攻中段,赵新童平抵带不见再次露球,丁俊辉随后上手,打赶超倍,打下这局,丁俊辉左奔6比4胜出挺进16强,接下来将对阵使逼文思,狂野之城。